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哥們到的7位 我是阿牙 現在呢我仍在PGO的新車發表會現場 在正式介紹新車之前 我必須先給PGO的行銷部門 還有這個當新車取名字的這個部門一個大拇指 因為你還記得嗎 PGO之前有推出一台125的車款叫做棒 那這次推出的車型叫做讚 所以如果今天買了一台車同學問我說你騎什麼 我就說PGO棒 PGO讚 不覺得很有創意嗎 很棒嗎 好啦 那接下來正式的介紹車輛的外觀還有配備之前呢 要先跟各位介紹 這次他總共推出了三個車色 分別是我左手邊的白色 另外還有一個會變色的藍色款 以及這個灰色款 總共三個顏色喔 至於版本的部分呢 這次推出兩個版本 分別是ABS版以及VCBS版 欸 這時候你就會好奇為什麼是VCBS 這次呢這個設計部門 研發部門有特別強調說這個VCBS版 它的煞車效能呢 比傳統的CBS版提高了16% 它可以藉由一個特殊的機構件 去平均分配你的煞車力道 來達到更好的煞停效果啦 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先從車輛的外觀看起 這次呢 欸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到 它這個車頭的造型很像男生的西裝 在胸口的這一塊 這個皺褶啊 這邊是衣領的部分 沒有錯 這就是這次設計團隊的發想來源 那這次呢 設計部門為了讓整台車看起來是比較動感的感覺 所以呢 它有多了一些特殊的造型拉線 所以你可以把整台車呢 變得更立體更動感 好啦 接下來呢 我們就往車上的側邊看 其實你光從螢幕上就可以看到說這一次的坐墊是不是特別的長 沒錯 這也是這一次呢 新車主打的功能之一就是它有跟同級距的車輛來比最長的坐墊 你看 最長的腳踏空間 還有最低的坐墊 待會再跟大家聊聊 接下來來帶各位看一下它的尾燈 所以我覺得這台車的尾燈設計呢 在夜間的辨識度也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細看的話 會看到它這個燈啊 裡面還有這個PGO的LOGO 所以呢 我覺得在行駛上它是一個摸字形這個晚上顯現的效果呢 跟其他車種來比 它的辨識度就會高很多 好啦 那接下來幫大家補充一下 它在燈系的部分 頭燈呢 它是使用傳統的魯素燈泡 但是就定位燈 還有方向燈 以及尾燈而言 都是使用LED燈 所以呢 這個晚上的照明度效果 各位是不用擔心的啦 好 那接下來就要跟大家聊一下這台車的配備囉 這一次呢 它的引擎是使用了Smart Engine 2.0 也就是說它的優勢是有更好的燃燒效能 還有呢 有更好的節能效果 它的最大馬力在8000轉的時候是來到了10.1匹 最大扭力在6500轉的時候來到了9.6牛頓米 好 那接下來就帶大家來看一下車輛的前懸吊以及自動 在懸吊的地方呢 它是採用正力式前叉 前自動的部分呢 它是採用200mm的單向雙火塞疊傷 接著來看一下後面 哇 這次它是採用雙槍避震器 而且呢 它是有五段的預載可以做調整 那麼 後面剎車的部分呢 它是採用骨煞啦 接著就要帶大家看一下這次棒的特殊配備 各位 你以為這是鑰匙圈嗎 不是 這次呢 它採用的是NFC的鑰匙感應卡 所以呢 它在左手邊呢 有設計一個感應點 如果說你不想要加購這個比較特殊造型像鑰匙圈的感應卡片的話 它就是一張NFC方方的像悠遊卡大小的卡片 清除之後呢 你就可以啟動車輛的開關 透過這個轉盤呢 它會告訴你現在車輛是關閉的狀態就會亮紅燈 如果說今天啟動的話 它就會亮藍燈給你啦 好了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去發動你的車輛啦 或是說你想要加油 或是說把坐墊打開都可以按這個按鈕 接著我們透過鏡頭來看一下車輛的儀表 這個儀表呢 跟PGO的Spring是同一顆的 所以呢 它是LCD的顯示螢幕搭配LED的這個氣氛定位燈 同樣 這個儀表也可以使用PGO GO這個APP來做連結 裡面呢 就可以顯示你的車輛資訊啊 還有你上次保養的詳細內容 甚至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心情來做這個光圈 光色上的調整喔 所以你今天心裡好 就調個粉色 如果今天心裡不好 就調個藍色 這樣的人性化 就看你自己想要怎麼調整喔 好啦 講完儀表 當然也不能忽略實用性的配備啦 這台車有沒有辦法邊騎車邊充電 有了 充電口就在你的開關轉盤的右手邊 這裡有設計一個QC 3.0的快充 而且呢 它有設計一個防水蓋 如果你擔心下雨天會進水打濕的話 那就是把它塞起來囉 好 那接下來 有跟各位觀眾朋友聊到說 這台車 它的座高 是同級距離面最低的 沒有錯 它的座高只有735mm 也就是 來 容我為各位示範一下 以身高160公分的我 個女騎士而言的話 我的雙腳可以非常簡單的就踩在地板上 而且是完全皮踩 是一個非常誇張 非常親民的車高耶 所以就算它的外型是比較偏向南騎士的 但是各位女性朋友們 你也不用擔心說 這台車高你沒有辦法加雨 你看 我就展示給你看了 我的腳有辦法完全觸地碎 不用擔心好嗎 好 接下來如果今天你騎人過程中 你把腳收上來了 你的腳距離你的車龍頭 大概還有一個拳頭的大小 所以這邊的自腳空間的區域是非常足夠的 同步呢 後面這邊 超級長的坐墊 所以就算你今天騎著這台車出去旅行 後面背一個超級大的背包 你還是有非常足夠的空間去做前後的移動 而且都不會有壓迫的感覺 簡單介紹到這邊 各位 你覺得這台車只能逢你通勤代步嗎 錯了 車來車呢 在原廠設計房都貼心的幫你想好 它可以讓你騎去比如說露營啊 比如說去旅遊啊 你覺得這樣的置物空間不夠你在 沒關係 你也可以選擇加購一個後貨架 那如果說今天呢 你不想要做出遠門的動作 你只想要讓它很簡單的 供你上下班啊 或是通勤代步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去做一個後靠墊的安裝 那你的乘客呢 有比較好的乘坐感受啦 好啦 之後我相信這個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價錢的部分 ABS的讚它的報價是落在7萬9800元 VCBS的讚它的報價是落在7萬5800元 是非常實惠 中間有4千塊的價差 就看各位消費者你的使用需求 以及你的預算在哪邊 都可以選購這個相對應的車款啊 那同步呢 在現在購車都會有一個特殊的限量優惠 詳細的遊會內容都可以到PGO的官方網站去做一個搜尋瀏覽喔 以上是我們的新測速報 我是雅雅 我們下午再見 掰掰